就再说 我先去联络杀手 这才是王子的样子 看着舒服多了 夏大侠 夏大侠 其他人呢 我们担心这客栈有问题 所以让小妖 红尼还有灵二 在客栈周围监视 万一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好突围 你那边什么状况 客栈老板有功夫 伸手不做 你和他交手了 他把我引到 事先设过陷阱的地方 被他跑了 陷阱 我查了一下 这些陷阱 很久以前就准备好了 这家伙很可能 在瑞丽有很多 这样的逃生之路 那要这么说的话 他是恶猪王的 可能性就更大 他一直在我们周围 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了如指掌 用开科栈做掩护 可以监视 来往瑞丽的每一个生殿口 那如果 我们的谈话 他全部都偷听到了 那叶沙罗的身份 岂不是暴露了 希望赵郎中 能够顺利地劝他 逃出大宅 能不能给我找点吃的 我配吃饭 行 那你在院子里先等着 来 杀手 那个杀手 到底会是谁呢 恶猪王又会是谁呢 怎么这个阵里藏了这么多的秘密 如果说 恶猪王已藏了身份 那么 别怕 我不吃 你 你没分啊 坐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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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红猪就剩这个了 你凑合吃点吧 好 多谢 多谢 这样点完了 点完了 点完了 能撤了 撤吧 撤吧 对了 我有东西往房间里了 您先收拾 我拿着东西就走 行 好 这小姐姐妈的都现在 别不来 这杀手都没来 宝宝 是吗 我怀疑是不是恶珠王 已经把这个杀手给杀了 或者说 他根本就没有进到这个宅子里 可能吧 行了 不说这个 还说你吧 你真的不能再留在这儿 等恶珠王出现 你得看解脱好 太危险了 好 你听我说 你可不能逞强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你先回去吧 我马上就逃走 然后在客栈碰头 好好好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先走 我们客栈会合啊 好 这就对了 记得按照我说的作用 人还没找到 是 宋先生 鬼哥 鬼哥和那个新来的李树都没回来 那个阿鬼不用再找了 那个阿鬼是武族族族长派来的眼线 恶珠王已经亲手把他给杀了 传令下去 就说是恶珠王的命令 那个李树是外人假冒的 谁要是发现这个李树 格杀勿论 是 是 那个赵郎中呢 赵郎中去看了看新抓的那个姑娘 然后到院子里 点过檀木箱之后就走了 点箱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呢 赵郎中刚走步骤 要把他叫回来吗 让他去吧 这好戏才刚刚开场 急什么 结果就是这样的 我按照五位族长说的 在院子里点起了檀木箱 可那位杀手始终就没有出息 那叶珠王呢 他倒是说他会逃出来的 尽快和我们见面 我还以为他会拒绝 你那么了解我呀 说实话 一开始 我真的是想拒绝的 你怎么走窗户 小心起见啊 不用担心 那客家老板已经逃走了 他是个猪王吗 很有可能 你一开始说拒绝离开 那为什么后来又改变想法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秘密 对 张郎中 人家跟自己家男人说秘密 你也要听听吗 原来你就是汪子飞 差不多 差不多 是 不是 你这么害羞啊 人家都知道了 害羞啊 理解 理解 我也是过来人 理解 我现在回医馆了 慢慢聊 谢谢 你现在回医馆了 不是这样的 快走 快走 别听他胡说 我这么大 慢走 那个 我也回避一下吧 你也跟着捣乱 公子 你是哪位 苏绝 加罗娜的儿子 也是我的好兄弟 这就是跟自己父亲 对聚干的那个好儿子 多谢夸奖 没事 说正事 你为什么要 直开赵郎中 我说了 有个秘密啊 你怀疑他 这么重大的秘密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坐吧 请坐 坐 我知道 那个前堂的杀手是谁 没错 五族组长请来的 那个杀手 就是我 没想到吧 是不是觉得 这个身份很巧妙 谁都想不到 一个疯子 居然会是隐藏的杀手 那你见过恶珠王了 没有 我查了一下 恶珠王抓来的女人极多 个个都是疯子 除了恶珠王之外 恐怕 没人能认得出 这么多女人 谁是谁 所以 你就偷偷地掉包了一个 是吗 是 偷走一个 然后 我换了进来 那 拽子里就没人发现 疯了的女人这么多 谁能认得出其中一个 何况 还是他们老大的女人 如果你是杀手 就不露面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呢 因为我让你帮我做件事 什么事 他让我转告你 让你入业后 进宅子去见他 我 是 除南陀化妆礼术的事 应该已经泄露了吧 他的意思是 让你入业之后 我潜入大寨 偷偷地见他 可是为什么 只能要见我 我在这房子里待了这么久 你不会以为 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那你知道恶猪王是谁了 那倒不知道 但我知道了 和恶猪王有关的 重要情报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值得信任 我相信 他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要告诉你 所以我就同意 给他传话了 还有呢 你在这个房间里 和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见面 我可是都看在眼里 主人让我问你 向导已经被杀 主南陀为何还能走上古道 因为大唐那位 还有一个叫灵儿的活着 放心 你究竟是谁的人 为什么要潜藏在 苏南陀身边 这些 我都没有兴趣知道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也不会把这些事 告诉苏南陀 所以呢 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让苏南陀晚上来见我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 说出我的谜 你不帮我 我就自己找 他威胁我了 他怎么威胁你 他跟我交手了 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好听他的了 想杀人灭口 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 好厉害的身上 要不然也不敢独自进这大宅 好 我可以给你撑 还有呢 没有了 就这个原因 按你的脾气 不该这么容易 听他指挥 你那么了解我啊 那个女人身手怎么样 速度很快 太快 有多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你 笑 小大哥 小大哥 你吓死我了 何我比他 你说实话 他比你快 他简直就像个鬼魅一样 那女人比夏大侠还厉害 速度不能决定一切 这么说她是个高手 没错 幸好她是我们这边的人 未必 什么意思 舒乃佗 你怎么看 和你想的一样 这个女人的出现 让脑子里缺少的一块 凑齐了 你们说什么呢 有件事 我要确认一下 陪我去见五位组长 她是你的 你们不知道她是男是女 她戴着斗笠 身皮袍子 说话有点古怪 听不出是男是女 是她自己找到你们 不是你们让人找到她的 是啊 她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来去无踪啊 这样的人 你们也能信任 所以我们不敢把阿鬼的身份 告诉她 她说会前进大宅 然后就音讯全无 我们有点怀疑 她是不是早就消失了 她这个时候出现 会不会像她所说的 得到什么情报了 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她就是恶珠王 她是个女人 谁说恶珠王 非得是个男人 她是恶珠王 不可能吧 她要是恶珠王 她干吗又扮成个杀手 跑到我们这儿来 再前回到她的大宅去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恶珠王知道你们派了人 进入她的大宅 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所以想办法接近你们 设法套出那个眼线的下落 你是说她故意留下 谭木香的线索 是希望我们让阿鬼去找她 不然呢 一个奇怪的女杀手 不求名 不谈力 还主动联系你们 还说要配合你们 杀掉恶珠王 她是为了什么 可是阿鬼自始至终 没有用谭木香联络过她 所以阿鬼一直平安无事 可现在阿鬼已经死了 因为她终于知道 阿鬼的身份 从哪里得知 从我和叶沙罗身上得知 她扮作女疯子 没人会注意她 所以阿鬼的秘密 也因此被她在旁发掘 难怪阿鬼说 被恶珠王抓来的女子 神志都有问题 阿鬼 刚才那个人 新朋友啊 她是武祖族长的眼线 这么说 阿鬼似乎是因为身份暴露 被杀了 那客栈老板不是一样 有嫌疑吗 如果恶珠王 是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恶珠王 可以这么说 两个人家在一块 才是恶珠王 一个主外 一个长内 一个装扮成客栈老板 观察来往行客 一个装成独行杀手 在大宅里 打挺内部的虚实 这两人联手合在一起 才是无所不知 深藏不漏的恶珠王 我从来没想过 恶珠王是两个人 初南陀去找武祖族长 难道是想提醒他们 别让那个女杀手骗了 初南陀这个人吧 做什么事都藏了别的意思 别的意思 客栈老板和女杀手是恶珠王 这只是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准不准以后再说 他去找武祖族长 一个是你说的 要他们防备女杀手 而另一个 就是要证实他另外一种猜测 什么猜测 谁都有可能是恶珠王 没错 你有没有想过 这女杀手 是怎么找到躲在密林深处的 武祖族长的呢 你是说初南陀在猜 武卫族长中 有一个就是恶珠王 正是 若是如此 那会怎样 所以说苏南陀的想法 总是天马行空 这样的王子 很难伺候的 你也一样 他做的事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们两个都是